我大概说一点 就是这个命名规则的事 所以我说完了以后 你才能知道它里面的区别 就是命名规则 命名规则 第一种是叫小头疯 对叫小头疯 小头疯的是说 如果有多个单词 如果有多个单词的话 你组合的方式是什么 是第一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字母小写 手字母小写 后面的单词 手字母大写 而且它手字母大写了以后的话 中间就是中间没有空格 好 它中间什么都没有直接连接 那么一般来讲 小头疯使用的方式是什么 在哪个地方使用 是js 我们就说我们就说我们能见到的 js代码中的 或者叫javascript代码中 代码中的变量 函数 函数 或者 whatever 什么都不行 然后 但是 如果你看 第二种 我们叫穿堂葫芦 去吧 穿堂葫芦 这个我加了一个引号 为什么叫穿堂葫芦 这是我自己起的名字啊 这个出去跟别人说的时候 你就说你可以说是隔壁王上长起的名字 或者就说你自己起的名字 你别说 这个有一个东西叫穿堂葫芦 这个就是我自己随便起的 小驼峰这个名字 是真正的 比如匈牙利命名法 小驼峰命名法 或者是这个 大驼峰命名法 这个都是 这都是有出处的 百度搜得着的 穿堂葫芦 这个你百度你都百度不着 就只有我在这 我只是形象的告诉你 穿堂葫芦 这个写法 它怎么说呢 就是说如果有多个暗词 是第一个 就是所有的字母 字母 小写 然后的话 就是 字母小写 然后单词使用减号 单词使用这个减号连接 那么穿堂葫芦写法 通常用在什么东西里边呢 它通常用在 html的 attribute 就是html里边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属性 然后还有那个地方 还有css的选择器 或者说叫 attribute 或者是 类的名字 所以你去看 那个css里面 类的名字 和这个html里的attribute 它通常都是用这种穿堂葫芦写法的 那么底下你看 它在这个地方 就而入了小头锋 所以这是xml 所以你要知道一点 如果这个东西回到html里边 你写了一个大写字母 和一个小写字母 它不区分的 你知道吗 只有xml里边 它才区分大小写 它才是case sensitive的 就是说你写大写字母 小写字母 它认为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也就是说在xml结构里边 这个东西 和 和这个东西 它不是一回事 这俩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html里边 这俩是一回事 你知道吗 它认为这俩是一样的 那么也就是说 你在这个地方会变成 而且这个地方 注意啊 这是地方使用的小头锋 这个地方不是穿堂葫芦 你很容易觉得 这个地方是个html标记 然后就把穿堂葫芦写法写上去了 不对的 然后这还有一个 它还有一个错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不信你刷 它还有一个错 这个错 它刚才那个没了 它说 这个类似 invalid的道姆property class Did you mean class name 其实挺贴心的 报错都给你 告诉你怎么改了 这个地方也改成小头锋 为什么要写成class name 那么它跟哪个关键字充足 for呢 是这个关键字 class是哪个 ES6里用了class ES5里面没有class 这个关键字 class是ES6 那么一会儿我们会在这里面 大概 大概给你说一下 所以在这里面 这个东西要变成什么 html 这个东西要变成什么 这个东西要变成class name OK 这个大家再障礼一下 OK 然后我们再刷一下 我们看看能出来了吗 咦 信不信这能出来了 开了吗 跟刚才一样 而且你在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 开发点工具 哎呀怎么开发工具给关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element 其实你看到这个地方 这是被替换的 看了吗 它有一个DL 一个DL 传进去 这已经T回来了 看了吗 Fall Name ID 什么了 而且你看它T进去的时候 它也不加杠 看见了吗 但是你不加杠 作为XML是错的 它T进去 它不加杠 它遵循了html 或者它 它尊重了html4.01的 那个 就是这个规则 这是html4.01的规则 XHTML要求必须有杠 然后html5的话呢 是这样 就是基本 尽量遵循html4的 这个标准 然后一部分 遵循了XHTML的标准 因为XHTML那个标准 过于的严苛 对解吧 好 那么在这儿的话呢 底下呢 我们来说 这个 我们再介绍一个东西 就是使用大括号 来实现模板 那使用大括号来实现模板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来讲 现在你看 我这里面写的这些东西 都是静态 没有一个是动态 什么叫动态的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地方 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name 这个username呢 我在这边 定义一个变量 比如这username 或者叫做un吧 等于username 好 我等于username以后 底下有一个问题 我想把这个东西 写到这里边 怎么办 这怎么写 也就是在这个 整个的这个里边 当然你可以 你如果原来字符串的话 你可以在这直接 做字符串拼接啊 但是这个里面 做不了字符串拼接 怎么做 那么里边 我们要使用一种 叫做大括号的办法 来做对于法 那么模板里边 就是说 当你写了一个大括号以后 大括号里边的东西 是代码 而且这个东西的 出现位置呢 就是在这种标记里面 在xml标记里面 如果没有大括号 他就把它当字符串 如果有大括号的话 他把里边 当做一段javascript来运行 所以这个地方 替换成 un un 我们来看一眼 对不对 不对 要把这个去掉 要把那个 那个1的号去掉 看到吗 这个东西现在就踢进去了 当然我这可以加个1 你看加个1 这个更明显 好了吗 这就踢掉了 那么当然来讲 其他两个地方 我也要这么踢掉 怎么踢 我们就可以这样把它踢掉 我们看一眼 没问题了吧 所以那么今天我们上午整个的这块的学习 我们就知道了几个东西 一会下午我们还有一个练习 练习可以各在下午再去再去做 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怎么引进来 怎么去准备一个react 到react的一个这个整个的环境 那我们也已经知道了说所有的这些代码 然后我怎么放进去注意点 比如挂载的标签必须在同一个标签下 那所有的双标签必须闭合 单标签必须闭合 而且按照xml的语法 这和script中关键字呢是不能出现的 它要替换 这个都要记住 然后包括这个怎么使用大括号的模板 那么下午呢我们会再做几个模板的练习 那么现在这个东西看起来就 还有包括我们script这个地方必须写成bible 其实信息量比较大react 所以我说到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觉得react是不是和view相比 react的行文的规则 离java script和html以及css更远 而不是更近 其实更远了 但是呢它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效率会高 比如你这个地方如果你不写成这样的话 你全部去拼字不串的话 这个代码至少长一倍出去 各种各样的那什么 但现在它这块写起来至少代码简洁 但是来讲呢就很多人第一眼看见 他会觉得这东西有点不适应 那不适应没关系 我们慢慢适应 好了